职场形象百分百 这一节的节目呢 是我跟亚洲形象大师 陈丽琴老师的对谈 我们未来将在每一集的节目 最后都教大家一些 职场形象的事情 丽琴老师好 温仁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 我们就从最基础的过来谈 老板到底在不在意 员工的形象 老板到底在不在意 员工的形象啊 其实以我的经验来说 我认为老板是在乎的 不过根据我的观察 因为我也曾经带过 不同的公司 我觉得台湾的老板 在看员工的时候 心里都有一把尺 只是台湾的老板 大部分他都会用一种 很gentleman的角度出发 他心里可能有os有意见 可是他不见得会说得出来 那我不知道我这种观察 老师的看法如何 我非常赞同您这样子的观察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 老板对员工可能有一些看法 可是不一定会说出来 特别是在员工的外表 在员工的礼貌上面 我发现很多如果员工做事情的方法 不得体的话 老板为了全家公司的成长 他会告诉你怎么做会更有效率 可是在外表 还是我们身上的味道不好闻 还是对老板讲话不是很有礼貌 一般老板会觉得 这应该是父母教的事 这个不是他所要做的事 所以他们很可能会隐忍不讲 那我为什么会观察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是 我曾经在某一家人力银行 很早起进去的时候 因为我每天都会打扮得整整齐集 然后我讲话也一直是 还蛮有礼貌那种型的员工 那我跟公司里另外一个 非常能干的女生很要好 而且那个女生就是她整个 技术能力聪明才智 显然都是超过我的 所以我很佩服这个女生 我们两个就交情匪浅 但是有一次我的老板 竟然背着她在我前面说 奇怪你们两个这么要好 可是怎么形象差这么多 她就是在我前面批评了这个 其实我觉得她的工作能力很优 可是她没有直接去告诉这个人 她的形象是她不满意的 反而把这个话告诉我 而且我不觉得她是特意的 她只是relax的情况之下 有感而发 我那时候就生死到说 哇 原来老板对于员工 形象这个事情 心里有这么多的OS 可是他们竟然藏得这么深 你让我想到 我有一次 在一次的演讲 来的都是中小企业的老板 男女大概各占半 总共大概将近200个人 那我那时候就问了一个 跟形象有关系的问题 那因为那个问题有一点 可能很多老板不愿意讲实话 所以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要每一位老板 不管是男是女 他们都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用举手的方法 过来做回答 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他们答案 我的答案是这样子 我先问这些男性老板 如果你有两位女性员工 中间有一位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 也不是特别的漂亮 可是每天都整整齐齐 看起来很舒服 也很有礼貌 那另外那一位就是 对自己的外表 就是不太注意 那如果说这两位迟到的话 请问你会骂谁 我跟你讲 所有的男士 对 他们会比较不好意思去骂 形象好的 很有礼貌的那位员工 可是另外那一位 不是很有礼貌 形象也没有很好的 他们会讲那一位 就该骂了 对对对 他们就该骂了 可是我以相同的问题 来问女性朋友 那当然我问女性朋友的是 如果你有两位男性员工 中间有一位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另外一位没有很重视的话 大部分的人会举手 说他们会骂 比较不重视的那一个人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举手 那我也是觉得 这个是在外表上面 对于员工的形象 在意的程度 我认为男人比女人更为在意 人家说男性是视觉的动物 那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寄存的现实 即使在职场上 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隐蔽不谈 只是说在台湾的老板 我把它诠释成说 其实台湾的老板多半都还蛮gentleman的 他可能有意见 他不一定会说得出来 可是他心里的的确确实是在打分数的 可是他们会透过其他的管道说 到真的受不了的时候 他可能会请他的秘书讲 他可能会请人事部门讲 还是比较适合的人去讲一下这些人 那当然他也会透过教育训练的方式 像我为企业们做一些很多教育训练 大部分我会先跟老板做一些会谈 那老板给我的算是指示也好 还是些商量也好 听起来都很好玩 他说张老师你可不可以请我的秘书们 一定要穿丝袜 张老师你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行政们 一定都要化妆 其实都是一种你觉得听起来非常commasense的 那前一阵子我还有另外一位老板告诉我说 因为他是从国外来的老板 他说他其实不是觉得很有面子 因为他们公司是高度专业的公司 然后这些人去拜访客户的时候 也看得常常是老板 可是他对于这些员工 第一个可能穿得太暴露 第二个就是他觉得 虽然穿套装可是套装的搭配没有太得意 那这样子的员工出去 他觉得他卖的东西产品这么的贵 可是却以这样子的形象来面对客户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可是他又觉得跟这些员工们讲的时候 他觉得会让他们很没有面子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更好玩 我曾经也在不久之前 帮某某公司的 其实是高阶主管 帮他们训练 参作礼仪 那其实那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之后我知道幕后所发生的事情 是因为老板跟这些高阶主管们 跟一些媒体朋友 还是跟一些厂商在吃饭的时候 那觉得有某一些主管们的吃相不好 比如说食物在嘴巴里面边说话 所以就看到了食物 就诸如此 还是会在外国厂商前面当面提 这老板觉得很没面子 可是老板又不敢跟他们讲 所以我们教育训练 有生存空间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他就请我们去上一个 最正式的参作礼仪的课程 那问题是还不能直接 跟这些高阶主管们上课 因为这些高阶主管们会很没面子 所以只好名义上是帮Sales的部门 所以大概有四五十位Sales 陪几位的高阶主管一起上课 名义上是帮Sales部门上课 那高阶主管们正好今天大家都没事情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去上课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方式 我记得我曾经在书上看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这一句话是说 人为什么要有礼貌 那答案是因为只有这样 别人才觉得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好人 对啊 就是其实所谓的形象 礼仪 礼节 都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们只有具备了这些东西 我们才把自己跟别人之间 很多认同上的障碍拿掉 因为这个障碍它是无形的 当你把这个障碍拿掉的时候 他人当然就有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帮助 更愿意跟你结交的这样子的 种种的好的事情进来 可是我发现就是说 在职场上真的有很多人 他不觉得这些事情是重要的 他只觉得这是skintip 这是肤浅的 所以他们觉得 我只要认真专心把我的工作做好 我的老板就应该满意我 我的客户就应该要接触我 可是我觉得这期节目 我们很想要传递给大家的 就是我们开宗明依的讲 其实老板 他重不重视你在职场的形象 再讲白一点 他也其实就不是老板 因为老板他最后的目的是要赚钱 也就是说 在外面你所接触的客户 你所接触的策略联盟的伙伴 你的协力场上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这一点 然后这些 如果他变成你的缺点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会造成公司的损失 所以老板他肯定是会在乎你的形象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一位上班族 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我们今天的形象 不只是代表你自己 你其实是代表你的部门 代表你的公司 并且我们常常都觉得 公司只有所谓的公关部门 才会对外做接触 其实公司的任何一个人 包括扫厕所的欧巴桑 只要看到任何的客人来到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每一个打招呼 每一个笑容 每一个人穿着的样子 甚至身上的味道 他都传递出 这家公司的文化的一个讯息 所以形象也绝对不只是说 穿不穿丝袜或者是化妆 他其实就是一个整体的image的一个展现吧 所以从你的脸开始 不管是妆法 不管是你的表情 那你讲话的一个声调 还有你整体的服装 身上的味道 所以很多公司其实他会有制服 因为大家实在太不会穿了 所以他必须要制定制服 或者是身上的味道 你鞋子是不是破旧 或者是肮脏 还有待人接物的一个礼仪 他都充分地呈现这个公司 他所要传递的 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 还是企业的一个气息 我觉得很肯定的 其实这一集时间很短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在职场上 老板是很重视你的形象 而你在职场上的形象 这件事情是姿势体大的 那么未来在我们的Better Me 希望在每一集的节目里 最后一段都跟大家 讨论一下所谓职场形象的议题 那也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是由亚洲的形象大师 陈丽清老师来跟大家讨论 职场上形象到底重不重要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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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